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为拓展旅游新业态 促进旅游全域化发展 青东峡市打响了印象黄河 彩虹之上文化旅游品牌 实现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为表达对黄河母亲的眷恋和热爱 2017年5月14号 一年一度的中华黄河坛感恩母亲和大典活动 如期在青铜峡市金沙湾中华黄河坛景区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黄河流域各个省份的黄河女儿 齐聚在金沙湾畔 用虔诚赤子的心来感恩母亲和的养育之情 同时在母亲节当中 孩子们也表达了对母亲的爱 在这个母亲节 我想对我的母亲说 谢谢您养育了我那么多年 感谢 母亲您辛苦了 您为家做了这么多贡献 所以我想对她说谢谢您 对我的妈妈说 是你给了我生命 是你补育我成长 是你让我有一架杨帆启航的小船 慈母手中线 抱着三重灰 妈妈我爱你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是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千百年来 黄河滋润了宁夏平原 造就了良田卧野 玉米之香的赛赏江南 金铜峡自古就是黄河九大干渠的取手 是赛赏江南的发源地 宁夏各族人民依黄河而生存 因黄河而发展 天下黄河赴宁夏 真实地反映了 黄河对宁夏的特殊恩责 一到母亲节的话 感恩的话肯定是自己的母亲 但是很少人会想到说去感恩我们的母亲和黄河 今天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的意义来说的话 就是更好的时候就是把感恩这个东西啊 升华一下 留在心里把它一直传承下去 当时感觉就是没有黄河哪来我们 没有黄河我们吃什么呀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心心里的话也是对黄河这是 由而而然那种那种肃静吧 真的是肃静 所以一直称为母亲和黄河是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没有任何错的 2016年自治区旅游局把青铜峡市列为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师范市以来 青铜峡市高度重视 编制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组建宁夏黄河文化旅游集团公司 加快智慧旅游建设 以打造黄河文化品牌来提升当地的全域旅游发展 先鸣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创造力和智慧的一种结晶 所以我们会把黄河文化做一个更好的提升 尤其是在青铜峡全域旅游的近域内42公里 对这个项目实行一个打包 进行综合的改造提升 按照自治区全域旅游空间发展的一种布局 把黄河近岸的旅游文化带的建设 作为黄河旅游文化的一个景品地带的项目建设 从而延伸这个旅游的产业链 提升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步伐 近年来青铜峡市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资源 不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先后建成黄河楼 黄河潭 大渔文化园等一批 承载黄河文化的标志性景点 初步构建起及施力 生态水系 文物古迹等多种元素汇聚的 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带 旅游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正成为 青铜峡市重要的支柱产业 我们的黄河潭的建设初衷叫 中华民族雄庚祝福的新家园和新盟圣地 黄河潭放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说天下黄河赴宁夏 宁夏首富青铜峡 青铜峡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湾 我们说的天然的太极湾 中间有一块万木良田 说是赛上江南 从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来表现黄河母亲对我们的恩 对我们的情 这样说用甘甜的乳汁养育了华夏五千年悠久的人文历史 造就了上千年历史文脉的这种传承精神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青东峡黄河大小谷 黄河大小谷是由宁夏的两大山脉构成 数字小马的手势看去 这边的山脉被我们称之为宁夏父亲之山 贺兰山 这边的山脉被我们称之为牛手山山脉 黄河冲冲冲而过 整个大小谷的全长脉大概在十公里左右 我们大峡谷里面都是自然景色 天然分化形成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黄河母亲河之上 黄河是甄华民族的母亲河 以及恩来圣地 青铜峡大峡谷长十多公里 宽五十到一百米 两侧的崖壁高三十米以上 具有典型粗犷雄浑的北方黄河特色 被誉为黄河中上游第一峡谷 闻名峡尔的一百零八塔就一山而建 与兰河大坝遥遥相望 这里因为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 而吸引了不少游客 另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雨文化园 大雨治水的过程 能够亲身体验到大雨治水的时候 它那种宏伟壮观 宿本中的时候看到黄河跟现实中看到的黄河 是有差别的 现实中的黄河看到比宿本中的是要好 然后可以让人心神就特别平静 不会有想起很多什么烦恼 此外按照全景全夜全食全民模式 青铜峡市还围绕黄河岸边 道花香里赫兰山下三大旅游板块 开展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等十项工作 完善景区基础设施 增强旅游服务功能 优化旅游产业布局 丰富旅游产品体系 延伸旅游产业链 促进旅游与文化商贸深度融合 对于咱们景区来说 首先是整合了相关的旅游资源 同时真正做到了旅游汇民 我们去年发行的旅游汇民年卡 只需十块钱 就把我们轻动下所有的景点 四亿以上的景点进行了串联 可以说是全年不限次数的游览 游客可以选择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行程线路来游览这些景点 随着人们旅游意识的提高 据统计2014到2016年 青铜峡景区实现接待游客154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近1亿元 年均分别递增36.2%和36.1% 黄河大峡谷旅游资源效益日趋凸显 刚刚过去的五一期间 我们的同比人数比去年上涨了将近一倍 这又借助于我们整个败水盛典 所以说我们是三家景区共同联合 共同发展 这是我们就为全域旅游做的一个基础 同时在全域旅游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景区也是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服务设施 同时增加游客的参与体验度 我们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 近三年的流游接待人士和流游接待收入 分别增长都在30%以上 可以说真正的为下一步打响 全域旅游的大众化旅游时代的道连 以及我们唯创建 真正的都做到了一些数据支撑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核心 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 以节庆活动为载体 进一步打破以景区为核心的空间局限 让旅游业成为青铜峡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打造经济持续发展新的增长级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哪些与值相关的新链接 首先来看关键词 旅游惠名易卡通 近日宁夏旅发委和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公司 共同推出宁夏旅游惠名易卡通 和2017旅游商品文创季活动 宁夏旅游惠名易卡通 是宁夏旅发委提倡并推动实施的一项 全域旅游惠名措施 由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公司负责具体运营 目前已有沙湖 沙坡头 水冻沟等42家宁夏主要景区协议加盟 中国银行宁夏分行 中石油宁夏公司 宁夏宁美旅游公司 宁夏观光夜市等上百家 营销网点联合销售 具有超值惠名 高附加值 办卡方便 服务完善等显著的特点 此项活动宗旨是为民 惠名 便民 目的是通过发行宁夏旅游惠名易卡通 让小小的惠名卡发挥出大作用 有效解决市民游不起景区吃不饱的相关问题 让宁夏人游宁夏成为一种时尚 2016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宁夏旅游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 旅游业在稳增长 调结构 阔内需惠名声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是宁夏全域旅游发展的 阔步前行一年 我们该如何提升旅游的内涵和格调呢 一起听观点嘉宾是怎么说的 如何提升我们的旅游业的内涵 品味和格调 我们说做得非常好的旅游大省 它都是十分重视旅游科研的 但是目前我们宁夏还没有一所专门的旅游学院 我们每年在旅游方面的科研成果去聊聊无几 也说在国内我们的科研影响力 包括我们的文章论坛 我们的研究项目都很少 所以说这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短板 就让我们缺少了在旅游学术的话语前的问题 王磊建议 发展全域旅游各相关单位 还要着力推动部门联合 资源整合 产业融合 加快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步伐 不断增强旅游对消费 投资 扶贫 复明的促进作用 以此来全面延伸旅游的产业链 让旅游真正汇明 并成为宁夏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产业链的这个延伸和它的这个厚度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产品 还是停留在观光 那么如果做全域旅游的话 它必须在柱上下文章 如何形成一个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何住下来 如何能够有一种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何打造银川style 就是我们宁夏style或银川style 应用我们一种生活方式来 吸引我们更多的游客 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放松 休闲 住下来 那么我们有好的例子 比如说这两天大跃城的观光夜市 那么观光夜市呢 就是有一个简单的这种 我们说餐饮产业 注入了一种文化内涵 融入了文化创意的元素 那么你看 未来可能它就是新的一个引爆点 那么这就是一个产业的纵深延伸的 一个很好的案例 所以我们以后要去思考 产业如何延长它 如何把它的深度假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资讯 宁夏社一元转贷资金 且中小企业过桥难题 为改善宁夏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转贷难题 积极防范和化解企业需带风险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出资一亿元设立宁夏中小微企业转贷资金 作为政府专项过桥贷资金 帮助中小微企业平稳转贷 据了解 为有效帮助中小微企业 及时获得金融机构转贷支持 自治区财政厅联合自治区 非公有制经济服务局 命发宁夏中小微企业 转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 符合区内银行信贷条件的中小微企业 均可登陆宁夏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进行申请续带和转贷业务 单笔最高可申请2000万元 一季度宁夏12315 受理消费诉求万余件 一季度宁夏12315 共受理消费诉求11395件 其中咨询8164件 投诉2309件 举报710件 建议207件 检举5件 一季度投诉2309件 按消费类型分类 商品类1480件 占投诉量的64% 服务类829件 占投诉量的36% 投诉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63件 增幅11% 商品类投诉量位列前三位的 依次是 交通工具260件 食品224件 服装鞋帽182件 以家用汽车为主的 交通工具投诉类 成为当前商品类投诉重点 家用汽车三包的投诉 引起设计金额高 专业技术性强 消费者矩阵能力受限 及责任鉴定机构缺乏等因素 成为消费纠纷化解难点 服务类投诉量 位列前三位的依次为 餐饮住宿164件 美容美发服务108件 销售服务74件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川普宁夏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通过登陆 宁夏广播电视网 或者是关注我们 川普宁夏的官方微信 不要转台 继续关注宁夏微信